voltages 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本年真相》 江蘇太仓有書鄉世家 余家 是明代抗渵總兵余大遊的後人 從余宋華開始 于家祖孙三代人的经历 与中共百年历史基本重合 发生在这三代人身上的苦辣心酸 对于我们了解百年中共真相 应该很有帮助 于宋华是中国最早宣扬马列主义的名人之一 他从中学时代就关心时政 喜爱读报 立志做一名立国立民的记者 1915年赴日本留学开始读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 1918年毕业于东京法政大学 学成回国后 1919年4月 于宋华出任上海时事新报复刊学灯的主编 就职后的第三天就发起社会主义争文活动 陆续发表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 1920年10月 在梁启超等人支持下 于宋华作为时事新报和北京晨报的特派记者 赴俄罗斯采访 瞿秋白为他做翻译 另一名俄文专修馆学生李仲武自费随行 在莫斯科期间 于宋华采访了列宁 托洛斯基 莫洛托夫 纪诺维也夫等苏俄领导人 然后把采访写的通讯寄回国内发表 他的长篇通讯 《屡俄之感想与见闻》 在晨报上连载37天 当时很多中国人 特别是一些青年知识分子 就是通过这一篇篇报道 了解苏俄 了解马列主义 进而对苏俄和对马列主义 新生向往的 之后 于宋华在许多报刊任职 成为民国时期著名的报人之一 1937年4月 作为上海申报周刊主编 于宋华进入延安 采访中共领导人 毛泽东 周恩来 朱德 张国焘等历时三个月 回到上海后 他发表了从上海到西安和陕北长篇通讯 以及大量照片 对中共满是夸赞之词 从1924到1949年 于家为瞿秋白 范长江等中共地下党员提供帮助 秘密将他们保护在家中 但是于宋华无论如何也想不到 自己不远万里 贩运回中国的马列主义 不仅没有长仪子孙 择批后使 反而照获连连连 他的儿子孙子都成为直接的受害者 于宋华的独子于彪文 毕业于上海滬江大学国际贸易系 曾就职于中华民国资源委员会中央信托局 从事保险业 据公开资料 年轻的于彪文崇尚民主自由 积极参与社会活动 1949年 他拒绝随国民政府去台湾 坚持留在中国大陆 并受中共指派前往北京参加开国大殿 参与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的创建 任公司办公室副主任 同时兼任中国民主促进会财政部支委负责任 于彪文为人坦诚 工作勤奋 成绩突出 受到过时任中共财政部长李先念的好评 1957年5月 中共反复鼓励党外人士帮党整风 于彪文信以为真 及其响应 对改进保险工作提了一些意见 但是不久 风云突变 帮党整风变成了反击右派分子猖狂进攻的反右派运动 于彪文满腔热情为中共 向党交心讲真话 却因言获罪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分子 受到一系列言辞激烈的大批判和各种各样的人生侮辱 这突如其来的大变故让他措手不及 同年7月22日 他不仁屈辱跳楼自杀 年仅31岁 那一年诗人北岛才八岁 他刚随父母搬进保险公司宿舍不久 和于彪文一家做邻居 他后来在三部老胡同一号一文中回忆说 同工育的于彪文叔叔跳楼自杀了 那天中午听到这消息 我懵了 完全超出我的理解能力 他身后留下寡妇和两个男孩 老大于梅孙比我小三四岁 整天跟着我屁股后面转 老二仍在墙堡中 寡妇半夜在隔壁独自戳气 那留在历史深处的哭声 除了在黑暗中支起耳朵的我 还有谁能听见 那么被逼死的于彪文究竟说了些什么呢 1957年5月19日的人民日报 刊发了一篇题为 像在家里谈心一样的报道 其中有于彪文的发言 他谈到 中共建政以来 保险公司领导只满足于 一些方针政策性的问题 和一些理论问题的探讨 对当前的实际业务工作重视不够 1953年以前 保险公司的业务工作方法 都是继承过去的做法 但之后 这些做法被全盘否定 转而学习苏联的做法 又存在教条主义的问题 他还说 保险公司里 党群关系长期以来不太协调 党员对一些老保险专业人员 有讽刺和不尊重的现象 余彪文的发言 都是大实话 没有任何问题 但是当时 中共鼓励党外人士给党提意见 不是为了听取意见 而是为了引蛇出动 当蛇都出动后 中共就来了一个一网打劲 真话假话不重要 打蛇才是最重要的 当时中共认定的蛇主要有两类 一是知识分子 二是民主党派 余彪文既是知识分子 又是民主党派 注定厄运难逃 余彪文自杀身亡后 中共还给他补了几刀 他被以对抗反右派运动 畏罪自杀的罪名 打成反革命右派分子 开除公职 余彪文离世的时候 两个儿子 余梅孙四岁 余宋孙才一岁 他们那么幼小 就成了反革命右派分子的子女 被骂是狗仔子 受了很多的屈辱 1966年文革爆发后 他们屡受冲击 余宋孙中学毕业时 曾三次自杀 一次触电 一次割腕 一次喝滴滴胃 第三次自杀时 哥哥余梅孙正好在家 立即给他灌水洗胃 再送上海市常宁区中心医院抢救 总算保住一条命 但从此以后 余宋孙精神抑郁 有时要住精神病院 1976年文革结束后 余梅孙跟他的母亲 一起多次上访 要求为父亲余彪文的 右派冤案平反 几经周折到1979年 余彪文总算被平反 随着接下来政治氛围的松动 余家的生活似乎开始好转 1982年 余梅孙考入北京大学法律系 毕业后被分配到中南海工作 从事立法工作长达十年 历任国务院经济法规 研究中心综合秘书组组组长 中国经济法研究会研究部主任 国务院副秘书长兼法规研究中心主任 七届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顾名的秘书 参与了七五立法规划和一些重要法律法规的起草 他担任国务院经济法规研究中心综合秘书组组长时 分管与新闻界的联系 担任顾名秘书后 常有中央大报社的资深记者 向他了解立法进展和宏观背景 1992年9月 中共在十四大召开前夕 把十四大报告征求意见稿 发到中央各部委 各民主党派 也发给几个大的党媒 让他们了解后 跟踪报道民主党派的讨论情况 于梅孙后来在访谈中回忆说 上海文汇报那时没拿到文件 报社党委书记兼总编辑张启成 专程来北京 想看一看这个文件 他派文汇报驻京办主任多次找到于梅孙 说是为了搞好十四大宣传 希望能知道文件内容 于梅孙把文件拿给他们看了 之后文汇报据此组织了几十篇报道 收到中共十四大新闻领导小组通报表彰 不过接下来发生的事 于梅孙怎么也想不到 1994年1月31日中午 北京市国家安全局的五名官员到中南海 邀请于梅孙出去吃午饭 于梅孙问 是不是为了解国家安全立法方面的事 他们说是 于梅孙就匆匆上了他们的车 去了之后 国安局的官员问 你和上海文汇报驻京办事处有什么联系吗 于梅孙说 有啊 于是把如何指导该报搞好法制宣传 怎么取得成效 当作好事详细介绍 结果第二天 他就被以涉嫌泄露国家机密罪抓捕了 原来文汇报的人倒印了文件 虽然没造成实际后果 但办案人员铁了心要把一个工作疏忽 做成刑事案件 审讯中他们伪造口供 于梅孙要求更正 不但被辱骂 还被逼签字画押 1994年7月 北京市中级法院开庭审理于梅孙案 时任第七届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 中国最著名的法学家江平为余梅孙做无罪辩护 但他仍被判刑三年 1995年3月 最高法院申诉庭副庭长纪敏前往监狱 了解余梅孙的申诉情况 余梅孙说 江平为我无罪辩护 纪敏回答说 律师算什么 关键要看法官的 因为拒不认罪 余梅孙一天行没有捡 坐满三年老 1997年1月 余梅孙出狱后 还是因为不认罪 骗警不准他申请低保 而且各方推诿 不解决他的生活问题 应聘求职 也履因是刑满释放人员遭拒 如今 余梅孙妻离子散 生存无浊 为照顾患病的弟弟 和要回到余家祖宅 他四处奔告 上访维权 不是被拒 就是被骗 1994年 余宋孙因哥哥被抓捕 受惊吓 精神病复发 住进上海精神病院 如今因余宅被人侵吞 无家可归 余宋孙滞留精神病院 十几年 其间多次次杀被抢救 电击休克 治疗导致他记忆丧失 曾经余宋华那么卖力的将马列主义 引回中国 或许他当时根本没有在意 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 开篇就写了 一个幽灵 共产主义的幽灵 在欧洲游荡 他卖力把这邪恶的幽灵召回来 怎么能有好事呢 中国学者裴毅然 总结瑜伽三代人的命运史 用了六个字 祖淫 子死 孙渊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